今天下午中国商务部举行发布会 发言人高峰介绍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应邀 于1月30号至31号访美 与美方就两国经贸问题进行磋商 应美国财政部长奴姆钦 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的邀请 刘鹤副总理将于1月30日至31日访美 与美方就两国经贸问题进行磋商 共同推动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发言人介绍 2018年中美两国货物贸易超过6300亿美元 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400亿美元 中美两国不断深化和发展经贸合作 是市场的选择 企业的选择 中美经贸合作已经形成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利益交融的格局 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也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此外发言人还强调 不断开放发展的中国 给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个国家 带来的是机遇 希望美方能够以建设性的态度 推动双方互利合作 共同发展 央视记者 北京报道